你收工之后回到酒店是怎么护肤 啊可以 然后呃 先生该脱的都脱掉 哈哈哈哈 对这蟹脚包補啊啊 蟹脚包補啊 干脱的脱掉啊 站在镜子前面啊 看一下自己有多丑 哈哈哈哈 然后把那个蟹装油拿出来 然后我一般用溜蹦啊 因为这么多点大嘛 对不对 啪啪啪啪挤 溜蹦血装油 乳化乳化 然后想快呢 手不要动脸动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脸动啊 干了搞完了搞完了之后 然后呢 然后洗完之后洗面乳 挤一长条 嗯 还是因为脸大 哈哈哈哈 有 废东西 还是脸动 哈哈哈 然后洗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把这个精华或者是化妆水 就看那个 看主要看放进去买那些 嗯嗯 啊 拍照拍照拍 把脸打走 然后就哈哈哈 然后扣点那个面霜面霜扣开 嗯嗯嗯 整个过程有多久啊 几分钟感觉五分之内的 这么多事 他是要分开的 就因为你卸妆之后就是洗澡 嗯 而你卸妆 之后就洗面乳洗澡同时进行了 但是 呃卸妆加上 护肤整个过程应该就是五分以理就完 啊 那你就是手也不怎么动 你脖子会很累啊 那个震动的频率 你知道这样很累 但是这样也就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